我们农数学堂108年第九次小型法律奏堂会含个案公益服务 今天我们因应我们所谓的新闻一役 之前老师说过曾经写过新闻一役专栏 写的差不多八九年左右 但期间从105年底 停到这边大约差不多一年多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开始做法律教学直播 所以我们接续的法律教学直播 通常杨老师所谓的法律教学直播 通常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针对有专门的主题 专门的主题去做特别的法律教学直播 那第二种是延续所谓的新闻一役 新闻一役专栏来做怎样 针对新闻是制作法律分析做直播 所以杨春节老师本人的法律教学直播 通常的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就是有小章节小主题的法律教学直播 第二个是针对新闻事件 重大新闻事件所做的法律教学直播 那今天今天的法律教学直播是针对所谓的华航机师罢工 华航机师罢工这个事件做法律教学直播 意思是说这个是从今年 今年一月份开始 所谓的针对延续新闻一役 旧新闻事件做法律分析 所谓的第二篇 第一篇之前我们有说过 旧怎样 拔广案违法兼职之一役 有做直播过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年度的第二个 延续新闻一役 针对新闻事件就法律分析 所以今天的主讲内容是 华航机师罢工之相关法律问题 华航机师罢工之相关法律问题 针对这个新闻事件就法律分析 那我们通常针对一个新闻时事 或者针对一个个案的法律问题 其实你要了解一个新闻事件 或者是你要了解 所谓的个案的法律问题 其实我们要画土 画出土 画出土你就会一不了然 那其中我们这张图 我们这个新闻事件 大约老师大约用手笔 因为比较匆忙 所以大约画了一张 下面这边 画了一张图 大概画了一张图 其中 这是所谓的法律关系图 其中从上 我们开始讲 华航公司跟机师之间 罢工机师之间 这间是所谓的雇佣契约 雇佣契约 那雇佣契约 当然民法当中的雇佣契约 是很广泛的 但是重点是 劳动基准法 劳动基准法当中的劳动契约 是含在雇佣契约里面 但是华航公司跟机师 罢工机师之间 其实就是所谓的劳动基准法 所称的劳动契约 这个我们看一下 所以中间是一个劳动企业 所以华航跟罢工机师之间 是一个劳动企业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它是一个劳动企业 等一下会讲到 第二个 它跟旅行业 它跟旅行业就是旅行公司 我们看这边 它跟旅行公司之间 是什么的法律关系 它跟旅行公司 是所谓的运送契约 为什么是运送契约 是不是两个之间约定 约定要把旅客载到某个目的地 所以是属于民法当中的旅游契约 民法有名契约当中的旅行契约 没有旅游契约 民法当中的旅游契约 但是因为 等一下 因为华航是所谓的消费者保护法当中的企业经营者 那我们这些的旅客 旅客我们这个世界有分为团客跟散客 所谓团客就是整个团旅 像说整个团旅行团 就叫团客 客是游客的客 团是团体的客 叫团客 那至于说一般我们不是团客的话 另外我们称为散客 所以基本上团客跟旅客 尤其是所谓的团客 团客是怎样 是由委托旅行业 旅行公司 作为旅行社去做什么样 之间是有一个什么 是一个旅游契约 然后委托基于团客跟旅行社 基于什么样 旅游契约 委托他去旅行社 去安排各种旅游事宜 所以我们在下面看到 这边有一个团客 所谓旅客当中的团客跟旅行业 就是公司旅行社 之间签立的就是旅游契约 民法当中的旅游契约 但是不管旅行业跟所谓的团客 或者是旅行社跟同样的团客 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旅行业 旅行业跟航空公司之间的关系 因为旅行业跟所谓华航都是所谓的消费者保护当中的企业经营者 那我们所谓的团客 或者是团客 团客是怎样 是所谓的消费者 然后我们虽然是委托旅行业 但实际上我们搭的是华航 所以有关于团客跟 团客跟之间 团客跟什么样 华航之间也有运送企业的存在 所以之间有没有企业关系 有没有消费关系 而且加上说华航跟团客之间的通常都是怎样 定型化契约条款 所以以至于我们的有什么的适用 消费者保护法的适用 以及消费者保护法当中所谓的定型化契约条款相关规定的适用 所以在处理处理华航跟旅行业 华航跟旅行业之间可能是承软契约条款 可能是各种契约条款 但是我们的团客 所谓的团客跟什么样 跟华航之间是成立什么样 民法当中的运送契约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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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它是符合怎样 消费者是怎样 消费者是怎样 我们的团客是消费者 对不对 然后华航是企业经营者 然后我们消费者跟企业经营之间的消费关系 所以有消费者保护法的适用 所以涉及到这 因为有消费者保护法 而且又是怎样 之间有定型化企业条款 所以团客跟华航公司之间 就怎样 消费者保护法有关定型化企业条款 相关规定的适用 例如 中央主管机关 基于消费者保护法所定出的 国外旅行企业 国外旅游企业 国外旅游企业 就所谓的国外旅游定型化企业 印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适用 所以因为我再讲一次 因为两个之间一个 团客是消费者 华航呢 是企业基因者 我这个团客跟 华航之间是有消费关系 然后中间有定型化企业条款 所以就有消费者保护法 基于中央主管机关 基于消费者保护法所定出来的 国外旅游定型化企业 国外旅游定型化企业 印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适用 那所以不只是团客 意思是说团客跟谁的 团客跟华航之间的关系 注意团客跟华航之间的关系 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适用在消费者保护法 即国外旅游定型化企业 印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接下来才用到民法预送企业 这是团客跟华航公之间的 处理这个争议的法律依据 当然第三个 第三个才是这个个案的旅游企业 所以我们首先讲说 在处理这个争议事件 其中我们首先讲到第一个 旅游团客 我们这个整个团客 旅游当中团客跟 怎样 跟华航之间 他们的法律关系 到底要不要做补偿 要不要退费 有关于机票要不要退费 有关于可不可以补偿 注意 退费跟补偿是不同的东西 可不可以退费可以补偿 要回到怎样 第一个回到先适用消费者保护法 第二个是用既以消费者保护法所定出来的国外旅游 定型化契约印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第三个才是直接什么 两个之间的所谓的团客跟华航之间的所谓的运送契约 那通常这个案上实际上没有定运送契约 实际上没有 但是假如说有个别定的话 个别的旅客 个别的旅客 或者个别的团客 跟华航签订 通常不会 这个很少见 但是假如有的话 第三个要回到怎样 之间的个别的 团客跟 华航公司所签订的 个别运送契约 通常很少见 但不排除 第四个才是怎样 依照民法第一条 没有规定的 所谓的个别的 法律 消费者保护法 或者是所谓的印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或者是个别的运送契约没有规定者 依照民法第一条的规定 要回到相关法律的规定 要回到相关法律的规定 那相关法律没有规定者以习惯 那习惯没有则依法理 所以整个团客跟 华航公司之间的 因为这是罢工事件所产生的东西 就如刚才所讲的 用这些法律去处理 首先讲到第一个 我们针对这个相关法律问题 会触及到第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团客跟怎样 华航公司之间的退费跟怎样 退票啦 退费啦 以及补偿的问题 那实务上 实务上这部分 我们回到 实务上去查 查所谓的国外旅游定情化期限 印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其中把这种罢工列入所谓的 不可抗议因素里面 列入不可抗议因素里面 所以依照事属于不可抗议 所以不得补偿 现在的实务是不得补偿 不得补偿 但回过头讲 所以 竟然是不得补偿 那可不会退费 当然是可以退费 而且退票退费这没问题 但是依照现在的所谓的 国外旅游定情化企业 印记载事项及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 是罢工属于不可抗议的因素 所以不得补偿 所以 现在旅游业者 我们的新闻时事当中 有很多文章有写 他其中旅游业者说 就讲说提出怎样 要把这个新闻 今天的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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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联合报的A4 A4 这个新闻当中的A4 大家回去参考联合报中的A4 今天的新闻的A4在这边 这边 就旅行业者 旅行业者 旅行业者就提出一个怎样 那要修改 把罢工的因素 从不可抗议因素当中拿掉 把罢工的因素 从不可抗议当中的因素拿掉 至于这个老师的看法是如何 就老师的看法 我有写 就老师的看法 我们再怎样 来 第三个 到底可不可以把它排除掉 这个因为涉及到说 有关于罢工 罢工可不可以 罢工 这个建议怎样 希望协商要把这个罢工 从不可抗议因素排除掉 排除掉 可不可以 等一下我们会 讲完第二个所谓罢工预告期 可不可以罢工预告期 我们再顺便再讲到第三个 因为它涉及到罢工 罢工预告期的证定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在法律关系图当中 法律关系图当中 至于说 华航公司跟散客 有没有啊 华航公司不是团客 刚才讲是华航公司跟团客 至于华航公司跟散客之间的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一样很简单 就是所谓的运送契约 一样是属于运送契约 但是因为我们的散客 散客不只是团客 运散客跟华航公司也是有一个是消费者 一个是企业经营者 中间有消费关系 而且中间也有所谓的地形化企业条款 所以也有怎样 散客跟之间 散客跟华航公司之间一样 到底要不要退费 可不可以退票 退费 或者可以补偿 跟一样回到 第一个要适用怎样 消费者保护法 第二个 第二个是法律就是所谓的 国外旅游地形化企业印记载事项及不得记载事项 第三个要回到怎样 回到个案的运送契约 第四个呢 假如个案的运送契约没有规定 或者是因为有约定结果因为违反工序良除等无效 才依据民法第一条去补充 那民法第一条刚才有讲过 民法第一条就是 我们契约没有约定 只能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 法律没有相关规定 只能依照习惯 那法律没有规定 契约也没有习惯法 依照怎样 依照法理 依照法理 所以有关于 有关于散客跟华航公司之间 也跟团客跟华航公司之间很像 很像 第一 有关于这部分 至于说 至于说 我们 最重要的 这个是有关于 相关的法律关系图 相关的法律关系图 但是 法律关系图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这边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涉及到怎样 这个罢工 这个罢工是所谓的怎样 这个罢工是所谓的 无预警的罢工 这个罢工是属于无预警的 而且这次的罢工 就大约在六个小时就冲出 罢工了 可以想着报章杂志说 这是突袭式的罢工 老师不敢讲说这是突袭式 这应该是说无预告旗的罢工 没有预告旗的罢工 也就是一个无预警的罢工 那无预警的罢工注意 而且这次罢工 客还是在冲历春节期间 所以这次的罢工 我们从新闻事件来讲 它因为是冲历期间 而且是无预警的罢工 造成的涉及到消费权益很大 新闻报导说 有人要回大陆 结果 因为这是罢工 而且加上说华航 这是罢工的层面 机师 其实参与机师 被收回那个证照 收回这个证照 机师要有相关的证照 收回证照的人 从当时是300多人 现在已经扣大到500多人 当时就300多人 所以影响的层面 蛮大 影响到涉及到消费者 不只是说要回家的 还有涉及到不只是回家的 还有一般的洽工的也有影响 春节也有可能洽工 不只是旅游 还有洽工 因为涉及到说 春节返回 春节结束之后 返回工作岗位 所以不只是 把他洽工 返回工作岗位也有影响 还有所谓旅客 还有春节返乡的旅客 所以涉及到说 层面 这消费者的层面是蛮广的 是很广的 所以 在涉及到我们的消费率很广的时候 而且注意 消费者的权益要不要保障 要 但是 劳工的罢工权 注意 劳工的罢工权 是依照所谓的劳资争议处理法 劳资争议处理法 里面的规定 规定的很清楚 就是劳工有罢工权 应该是说 劳工有罢工权 所以基本上 劳工的罢工权 是不是要保障 但是消费者 也是要保障 消费者的权益要保障 所以 基於层面那麼廣的情況下 國家要不要依照憲法23條 跟憲法第7條的規定去保障 去介入 去限制所謂的罢工权 這個就有思考的必要 所以 國家基於所謂的消費者的權益 廣大消費者的權益 那廣大消費者的權益 就是所謂的憲法23條 所謂的公共利益 所以 國家基於憲法23條 第7條所謂平等原則 是限制所謂的勞工权 第一個 要符合憲法23條的怎樣 公益原則 公共利益原則 所以基於消費者的權益 是不是公共利益 是 所以理論上 跟實務上 或者是在理解上 基本上消費者的權益 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所奏的 罢工權的限制 是符合所謂公共利益原則 第一個 第二個 所謂的法律保留原則 要符合公益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跟比例原則 那其中所謂的 所謂的公共利益原則 我們說OK 大至少OK 至於說法律保留原則 因為他是要修正怎樣 要在勞資爭議處理法裡面 罢工預告起 所以他是要修 修什麼樣 修勞資爭議 怎樣 要修勞資爭議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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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他是要修勞資爭議處理法 所以既然要修勞資爭議處理法 去修法律 所以基本上講 假如說修勞資爭議處理法 修過當然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沒有錯吧 所以第一個 符合公共利益原則 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接下來涉及到說比例原則 我們說依照憲法23條 要符合公共利益原則 比例原則 跟所謂的法律保留原則 那依照憲法第七條規定 要符合所謂的平等原則 所以現在我們剛才有講 那這四大法律原則當中 公益公共利益原則OK 法律保留原則OK 剩下的要考量是比例原則跟平等原則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 所以我只要罷公預告其 新增就叫增定 我們增定罷公預告起 國家介入基於憲法23條第七條的規定 介入這個限制所謂的勞工的罷工權 只要在勞資正義處理法 相關的規定去修正 基於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就符合公共利益原則 即所謂的法律保留原則 現在考量是說 現在接下來要處理的是 到底如何使這個修法 就增定所謂罷公預告起 符合比例原則跟平等原則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要處理這個部分 那就這個部分呢 就這個部分我們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有學者專家學者 有部分的專家學者 部分的專家學者說 來拿一下請助教拿一下 部分專家的學者 我們在第二個當中的 第二個第三行有沒有 有 這個部分的雖然部分專家學者認為 台灣的工會力量很薄弱 罷工條件很原苛 若明帝預告起恐肉化勞方談判籌碼 對不對 再念一次 部分的專家學者認為 台灣工會力量薄弱 罷工條件嚴苛 若明帝預告起恐肉化勞工談判籌碼 但老師認為呢 如果為儒屬公共運輸事業 注意 公共運輸事業就像這次的航飛機 或者為客運 或者是捷運這三種 客運就是公車嘛 客運嘛 公車嘛 或者是小型車嘛 或者捷運 所謂的捷運嘛 或者飛機 或者是鐵路嘛 高鐵 這種公共運輸業 公共運輸業 它涉及到之後 大家都因為 都搭這個嘛 然後尤其是春節期間 或者新年期間 或者是怎樣 所謂的中秋節 這些重大節日 這些重大節日的情況下 然後所涉及到 不管是涉及到層面有哪些 剛才我講 返回工作崗位的人 旅客 或者是說返鄉的旅客 或者是說怎樣 旅遊遊客 對不對 這些涉及到層面真的很廣 是廣大消費者的權益 所以基於儒屬公共運輸事業 來看一下 儒屬公共運輸事業 已涉及到廣大消費權益 所以就符合公共利益原則 國家非不得依憲法二十三條 第七條的規定 在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下 修正勞資正義處理法相關規定 增定罷工預告期 換言之 來換言之來 既如認為一個月的罷工預告期太長 依照國外的法律 國外的法律 國外的法律基本上有部分國家是有 相關的法律有怎樣 可以有罷工預告期的相關規定 但是國外是講十四天到一個月 但是你假如認為說好 認為說國內我們假如增定 國內罷工 國內的罷工預告期 假如說認為說十四天跟一個月太長 沒關係 所以如果認為 如果認為因為我們台灣的工會 就如想說台灣的工會力量很薄弱 罷工條件很嚴苛 罷工條件很嚴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限制 限制勞工的罷工前 增定勞工 罷工預告期 但是你假如認為說他很薄弱 那我們可以限制啊 但是限制要符合比例原則 所謂的第二項 損害最小原則 也就是說 比例原則當中的第二小原則 損害最小原則 所以有採取很多手段 可以採取合作手段 都可以達到這個所謂的 保障消費者權益 廣大消費者權益 這個目的 也就是說 你可以 罷工預告期 可以選十四天到三十天 罷工預告期 你可以選說三天到十四天 對不對 有這兩種方式 老師的建議是 罷工預告期 可以選擇三到十四天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選擇 要再符合比例原則 屬害最小原則 所謂的採取的手段 有兩種以上的手段 採取多種手段的時候 都可以達到目的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一個怎樣 屬對那一方 就是對勞工前屬害 屬勞工的罷工前 屬害最小的手段來為之 所以同樣的兩個手段 都可以達到怎樣 保障怎樣 廣大消費者權益 可以對不對 第一個 罷工預告期 十四天到三十天 第二個 罷工預告期 罷工預告期 三天到十四天 但這兩種手段當中 三到十四天 是對怎樣 勞工 勞工的罷工權 是屬害最小的一種手段 所以 基於比例原則 損害最小原則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依據怎樣 可以選擇 罷工預告期 三到十四天 是基於比例原則 三到十四天 但是回過頭講 我們剛才講說 第二個要討論的是 平等原則 我們剛才有講說 除了憲法二十三條的 所謂的比例原則當中 我們要符合比例原則之外 還有比例原則當中的 第二個 比例原則有三大小原則 第二個是損害最小 第三個叫均衡性原則 也就是說 我們所得到的利益 跟所損失要怎樣 要均衡 所以從比例原則當中的最小原則 比例原則當中的 除了損害最小原則 第三個所謂的均衡性 所謂的狹義性的 狹義性的比例原則 這種第三個小的原則 我們會發現 選擇老師所講的 罷工逸到已經三到十四天 又可以保障怎樣 廣大消費者的權益 但是針對勞工的損害最 對勞工的罷工前所受到的損失 是最小的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 綜合起來是符合所謂的 比例原則當中的狹義的比例原則 就說老師的第三小原則 所謂的均衡性原則 所以很多專家學者 理論上所講的狹義的比例原則 所以 假如說選擇所謂的 罷工逸教期三到十四天 不要選擇十四天到一個月 就符合比例原則當中的 第二小原則 損害最小原則 跟第三小原則 所謂的狹義的比例原則 就是老師所謂的均衡性原則 除了這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探討之外 還加上平等原則 那我們剛才講說 那平等原則基本上 基本上依照平等原則 源自於憲法 第七條 那這是屬於憲法當中的 憲法當中的法律原則 那依照相關的大法官會議解釋 依照相關大法官會議解釋 所謂要符合比例原則 要達到兩個小原則 第一個 你的採取的手段 要達到這個目的 所採取的手段 當然要達到目的 而且這個目的 要跟 所採取的手段 跟這個目的 要有所謂的 合理的關聯性 所以第一個 比平等原則 依照相關大法官會議解釋 要符合兩個子原則 第一個是怎樣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採取的手段 要跟目的的達成 要有合理的關聯 第二個 第二個 除了這個合理的關聯之外 福留官要 這個所謂的差培待遇 要記憶什麼 等則而等之 不等則而不等之的精神 平等原則 通常我們是 等則而等之 不等則而不等之 分號 也就是說 平等原則 遇到它的精神有兩個 第一個 等則而等之 但不要忽略的 不等則而不等之 意思是說 從不等之 跟不等則而不等之 可以做怎樣 就是所謂的平等原則 探討的第二個小原則 是怎樣 第二個要探討 第二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 合理的差培待遇 所以平等原則 兩個指 原則要探討 依照相關的大法文會議解釋 再重複 第一個是怎樣 採取的手段 要怎樣 跟這個目的的達成 要有合理關聯 第二個要怎樣 所謂的差培待遇 所謂的差培待遇 要合理 也就是所謂要符合合理差培待遇 的原則 所以平等原則是這樣 但是這個 所以基於平等原則 老師在這邊要怎麼辦 來 我們就是依照怎樣 老師的建議 除了比例原則當中 我們分為怎樣 來看一下 我們基於平等原則 給大家看一下 基於平等原則 我們要考量怎樣 兩個要 至少要考量 老師在上面文章 這個文章明天會在台灣法律網看出 老師寫的這篇文章 明天會在台灣法律網看出 請各位可以到台灣法律網看 明天的時候 這個我們基於平等原則 所謂不等則不等之 所謂的合理關聯跟合理差別待遇 合理差別待遇原則 這兩個小原則 我們考量主要是考量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來 第一個因素要考量各種運輸類別 例如捷運、客運跟飛機 要考量各種運輸類別的差異 像捷運、客運跟飛機 公共運輸類別 這種是不同的運輸類別 當然我們剛才所講的 有關行業只限定公共運輸業 沒問題吧 但是我們講說各種運輸類別 是講捷運、客運、飛機、高鐵 跟所謂的台鐵 等各種運輸類別 不是所謂的公共運輸類別 這種行業類別的區分 是講說捷運、客運、飛機、高鐵 跟台鐵 這種公共運輸業當中的各種運輸類別的差別 考量第一個 第二個考量說 罷工期間 來考量第二個 來 來考量第二個 罷工期間影響的層面 第二個運輸 除了考量各種運輸類別之外 我們要考量說 罷工期間影響的層面 包含例如區分為春節、中秋節、新年罷工 這種怎樣 跟台灣人的習慣 習慣有的是 特別的節日 跟平時 非特別節日 我們要區分 特別的節日 跟非特別的節日 來做這個區分 非特別的節日 我稱為平時罷工 自己特別的節日 包含春節、中秋節、新年 這種 國立新年的罷工 這種 特別節日的罷工 這兩種 其實這兩種影響層面還是不一樣 假如說更細分的話 我們是不是還要分 春節、農曆春節的罷工 跟中秋節、新年的罷工 又細分到 所以 我們可不可以依照 所謂的罷工期間的 影響層面 影響層面的不同 來做怎樣 來做怎樣 來選擇說 到底哪些 是三天 哪些是三天的罷工 預告期 哪天是七天的罷工 預告期 哪天是十四天的罷工 所以意思是說 除了考量 我們基於平等原則 所謂的等不等則而不等之 所謂的合理差別待遇 這個法理 我們是不是要考量所謂的各種 運輸類別 包含捷運 客運 飛機 高鐵 台鐵 這種各種 運輸類別的不同 或者考量怎樣 罷工期間 影響的層面 第二個因素 還有第三個因素 其他因素 因為老師還沒想到 其他因素 所以是不是考量這三種因素的不同 之間的差異 之間來定出怎樣 依據平等原則當中的 合理差別待遇原則 來給於7天、4天、7天、14天 所謂的罷工預告期 以符合所謂的比喻原則 跟怎樣 平等 平等原則 所以 國家可不可以介入 國家是可以介入的 就老師的見解 國家基於消費者 這個 估計於廣大消費者的權益 可以基於憲法23條 憲法23條 去介入怎樣 進入所謂這個爭議 然後意思是說 限制勞工 怎樣 罷工權 是可以的 國家是可以介入的 只要符合老師所講的 憲法23條當中的怎樣 公益原則 比例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跟平等原則 只要符合這些 那其中所謂的 保障廣大消費者的權益 是符合公共利益原則 那其中的法律保留 修正勞資正義處理法 相關規定就是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接下來就是我講的 比例原則當中的怎樣 俗快最小的原則 跟所謂的怎樣 狹義的比例原則 然後考量這個之外 還要考量所謂的怎樣 平等原則當中 不等責而不等資的精益 的精神 還有所謂的 它兩個目的 其中第二個 合理差別待遇 那假如趙老師的文章裡面講 就符合比例原則跟平等原則 所以 是可以限制的 也可以避免所謂的 專家學者 所謂的 專家學者 所謂的 台灣的工會 力量薄弱 力量薄弱 然後所謂的 罷工條件嚴苛 趙老師這樣講 是可以怎樣 避免這個問題 已經排除 排除這個東西了 而且又均衡所謂的 廣大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考量 兼顧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廣大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以及怎樣 罷工權 所謂的 罪 對勞工罷工權 最輕微的限制 兼顧這兩個權益 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這是有關於罷工預告期 那所以回過頭講 剛才所講的 既然罷工預告期講完了 是OK的 老師是認為OK的 就回到我們剛才講的 第一講的說 那可不可以 把罷工 現在依照說國外的 國外 遇到我們國外 旅遊定型化 定型化 企業印記者 及不得資產信項 是把什麼 把罷工類论 不可抗因素 不可抗議的因素 那旅行業者說 要把這個不可抗議的因素拿掉 可不可以呢 你涉及到說 涉及到怎樣 罷工預告期的問題 如果如剛才老師所講的 假如說有罷工預告期 已經修法了 你增定了所謂的罷工預告期 已經增定好了 那既然說已經增定好 所以老師認為 如果已經增定罷工預告期 來看一下 第三項 第三個 我們看接下來 第幾個 最後第三項有沒有 有沒有 比一者 老師認為 如果增定罷工預告期 罷工雖認署 運送人是不可抗議的因素 認署不可抗議 但是有了罷工預告期 運送人就是所謂的本案的滑行 非不得預先調整因素 所以 我假如說 我假如說 已經增定了罷工預告期 所以 怎樣 所謂的運送人 就是所謂的滑行 這些公共運輸業 這些所謂的公共運輸業 所謂的民法當中運送人 那可不可以拿掉 當然是可以 我可以調整的 我當然可以拿掉 雖然屬於不可抗議 但是也保障 我既然有罷工預告期 是不是可以調整 運送人 所謂的公共運輸業 所謂的企業基因者 是不是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有時間讓你去做調整因應 對不對 那既然可以調整因應 然後基於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我們當然要怎樣 要把罷工 從不可抗議數中刪除 意思說 我假如刪除不可抗議 要不要補償 要 不只是怎樣 可以退票 可以退費 還包含怎樣 可以補償 可以補償 但重點是 罷工預告期的增定 跟所謂的 所謂的 罷工不可抗衝 不可抗議因素的 刪除 或拿掉 其實這兩個 要相扣在一起 才會完整 兼顧怎樣 廣大消費者的權益 不管是團克還是傻克 還有怎樣 兼顧勞工 罷工槍 也保障怎樣 所謂的 企業經營者之間的怎樣 他們的權益 所以 把罷工預告期的增定 加上怎樣 加上所謂的 所謂的 罷工從不可抗議 不可抗議數排除 其中要考量怎樣 要符合三 要考量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 廣大消費者的權益 第二個因素 要考量怎樣 企業經營者的利益 所謂的 他們有沒有可以做怎樣 因為 某些因素去調 因為罷工去調整 有沒有所謂的 預告局去調整 應用 第二個要考量 所謂的 經營利益 所謂的經營利益 所謂的經營利益 企業經營的經營利益 第三個還要考量所謂的 勞工的罷工權 那假如照老師所講的 我講的 剛才講的第一項跟第二項 兩個結合起來 所謂的選擇三道 基於平等原則 所謂合力差別待遇原則 基於各種因素類別 還有所謂的怎樣 預告期間 就是罷工期間所謂的怎樣 影響層面及其他因素 這些因素來做合力差別待遇 加上說怎樣 有罷工預告期間 給怎樣 企業經營者所謂 那些公共運輸 所謂華航這些運送人 那有時間去調整應用 也保障怎樣 企業經營者所謂的利益 是不是兼顧了怎樣 老師從剛才所講 第一個第二個 是不是兼顧三方面 三方面 就三方面 哪一個 第一個企業經營者的 第二個 保障消費者 廣大消費者的權益 第三個 對怎樣 勞工的罷工錢是很微小的限制 符合所謂的比喻原則當中損害罪癢原則 跟狹義的比例原則 又符合所謂的平等原則當中的合理差別待遇 所以 假如這段話 當然可以把罷工從怎樣 不可抗因素排除掉 但是是罷工預告期 是跟罷工可不可以從不可抗因素中中拿掉 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 那假如說沒有真定罷工預告期呢 沒有真定成功呢 到底可不可以把罷工從不可抗因素排除掉 老師是認為有在商榷 或者是說可以探討 但是這個老師在現在還沒有答案 只是說老師認為只要真定罷工預告期 有真定罷工預告期 當然可以怎樣 把罷工從不可抗因素排除掉 但假如說沒有真定所謂罷工預告期 這個可以討論 雖然老師暫時認為值得商榷 但是 病 大家可以 專家學者 大家可以來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第三個 接下來第三個問題 這個問題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第三個就在這個 我們在講義這邊 在圖上是寫在第一個 其實在老師明天看的文章也是第一個 這個涉及到說怎樣 罷工有沒有合法性 罷工到底合不合法 這是罷工 其實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 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 53條第一項規定 53條第一項後段的規定 哪些 權益四項勞資爭議 有關於權益四項的勞資爭議 是規定強制規定禁止規定 不得罷工 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53條第一項後段的規定 權利事項 權利事項怎樣 是不得罷工 那所謂的 意思是說 所謂的勞資爭議處理法 所謂勞資爭議 裡面包含權利事項跟 調整事項 所謂勞資爭議 也就勞資爭議處理法當中 它涵蓋的範圍第一個規定怎樣 權利事項是勞資爭議 第三項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 跟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 這兩個 就是所謂的爭議 勞資爭議 那什麼所以 但是依照我們勞資爭議 除了53條第一項後段的規定 所謂的能罷工是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 那什麼叫做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 什麼又叫做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 從這個前開的爭議法來看一下 所謂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五條 第二款第三款 第五條 第五條 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 其中細分指怎樣 所謂的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 權利事項之勞 是指勞資雙方當事人 基於法令 團理協約 勞動協約 是規定所謂權利義務之爭議 再念一次 所謂權利事項之爭議 勞資爭議 是指勞資雙方當事人 基於怎樣 法令 例如怎樣 勞動基準法 這些相關法令包含勞動基準法 等相關規定 團理協約 所謂團理協約 就是工會 跟誰定的 跟企業經營者 華航 這本來是工會 相關工會 職業工會 依照所謂的工會法 守定的工會 這些相關工會 相關工會 守定的怎樣 跟華航公司 守定的一些團體協約 還有個別守定的勞動契約 因為我們機師 除了機師 機師會不會跟誰定 機師 個別的機師 有沒有跟華航公司 定入個別勞動契約 有 絕對有 所以 勞資雙方 勞資所謂勞資雙方 包含勞工資方 勞資雙方當事人 基於所謂勞動基準法 等相關法令 還有勞工會 工會法 所訂的 所稱的工會 跟華航所稱 所訂的團體協約 以及個別機師 跟怎樣 跟華航所簽訂的 個別勞動契約 依照這些中心所規定 所謂的權利義務 包含權利義務的正義 意思是怎樣 這叫做權利事項的正義 勞資正義 但是在所謂的調整事項 來看 調整事項是勞資雙方當事人 來 中間有沒有看到 勞資雙方當事人 對於勞工條件 有沒有 所以 不是依據法令 不是依據法令 也不是依據團體協約 也不是依據勞動契約的規定 所謂權利義務的正義 是依照勞動條件主張 勞資雙方當事人主張 對於勞動條件主張 繼續維持或變更 也就是說 勞資雙方當事人 怎麼樣 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 雙方當事人勞工條件之勞資正義 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叫做 調整事項之正義 假如說是 好 遇到勞動 勞資正義處理法 第53條第一項 後段的規定 權利事項的正義 勞資的正義 勞資的正義 是不得罷工 是禁止 那就涉及到說 這本次機師 華航機師的罷工 到底他所謂的罷工 到底是權利事項 還是調整事項 假如是權利事項 這是罷工 是違法 假如是調整事項 這是罷工是合法 那因為這是罷工的合法性 涉及到說 我可不可以 依照勞動基準法 第12條 第12條 第一項 第4款 的規定 可不可以 雇主可不可以依據 勞動基準法 第12條 第一項 第一項 第4款 這規定來不經預告 公主勞動企業 部分機師的勞動企業 也涉及到這個東西 除了涉及到說 我們輿論人民的感官問題之外 輿論的感官問題之外 還涉及到說 假如是這個罷工是針對調整事項的罷工 依照勞 就是違反勞資 正義處理法 第53條 第一項 所謂的禁止規定 那這種禁止規定 即是說 這是罷工不合法 那罷工不合法的情況下 那這些部分機師去罷工 會涉及到說 違反所謂的 勞動契約 違反所謂的工作規則 那如果依照勞動基準法第十四 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四款的規定 如果違反勞動規則 違反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 勤結重大者 又符合所謂的 解雇最後性 最後手段性原則 注意 如果違反 工作規則 勞動契約 勤結重大者 又符合所謂的 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 那雇主 所謂的華航人們 可以依據 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四款 可以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因為這個案子涉及到說 第四個面向 第四個面向 如果 你的辦公室非法的 對不對 那 我就可以 預計 他 違反勞動契約 或違反工作規則 勤結重大者 而且又符合 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 我就可以依照這個規定 勞動基準法 第十二條 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 不經預告 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其中 在十五 這本次的 霸風事件當中 最早華航是說要 暫時終止 怎樣 怎樣 他說要暫時終止 第五個 他說要暫時終止 暫時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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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機師的勞動機 所以我們在這邊有講到 涉及到說 到底法昂可不可以依據 勞動基準法 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四款 來 是不是第四款 我們看一下 我們再查一下確定 來 對 第四款是怎樣 來 第四款看一下 第四款就是所謂的 違反 勞工違反 工作規則 或 及勞動契約 情結重大的 有沒有 第四款 第一項第四款 涉及到 然後當然這個實務上 也有 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的適用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說 涉及到第一個 到底可不可以勞工可不可以 不均易告 不均易告去終止 沒有所謂的暫時終止 暫時終止是 法昂說法 實際上只有 它是屬於勞動契約 所以只能依據 到底可不可以 不均易告 終止勞動契約 要符合勞動基準法 第十二條 各款規定 其中涉及到的是 第一項第四款 所謂的違反 勞動企業及 工作規則 情結重大的 但是在違反 第四款的中 要考量 實務上要加上 是否符合 解雇最後 手段性原則 所以老師才會講說 假如罷工不合法 通常會把 罷工不合法 放在成 類入到工作規則 所以通常會涉及到說 也可能會把說 很多 所謂的不合法 罷工不合法 放在勞動契約 放在工作規則 所以才會適用到 罷工可不合法 涉及到說 所謂的 募主可不可以不禁預告 終止勞動契約 依據 勞動基準法 第十二條 第一項 第四款 所以會涉及到 罷工合法性 會跟這個卡上在一起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 我講說通常 罷工會不會請假 會啊 通常罷工會不會請假 會啊 不會準請假 不會準假 不會準假 所以我們剛才有查到 我們剛才再查一下 給大家看 所以不會準假怎麼辦 所以食物長就產生 勞動基準法 第十二條 第一項 第六款 我們看第六款 有沒有看到 第六款要礦值幾天 第六款 無正當旅遊 繼續礦值三天 無正當旅遊 繼續礦值 可能後一個月 礦工打六日 所以 依照勞動基準法 第一條 第一項 第一項 第六款 依據勞動基準法 第十二條 第一項 第六款 要連續達三天 勞工控制達三天 或者一個月 累積達三日 而且是無正當旅遊 請這個罷工 假設罷工只要非法的 完全非法的 完全是違反勞之爭議法 勞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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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法 我純粹 全部喔 裡面全部都是所謂的 權力事項 第五十三條 第一項 所謂後段 所謂的 是調整事項 不是權力事項 違反 是全部是調整事項 那就違反這個規定 強制規定 怎樣 是罷工不合法 那罷工不合法 你又不准嫁 滑航又不准嫁的情況下 那你會不會產生 礦工 便便說 無正當旅遊礦工 會不會有達三日 或達六日 連續礦工三日 對不對 然後一個月呢 總累積達六日 有沒有 或 或 或 符合 就會有可能符 設置到這個東西 所以 罷工合法性 跟所謂的 到底可不可以 所謂的 依照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 跟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 第四款和第六款 到底可不可以依據這個規定 可以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行程相關 所以 罷工合法性 跟 到底可不可以 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這兩個問題會卡在一起 所以有關罷工合法性 除了 民眾 一般人民 一般民眾 消費者的 所謂的 光感之外 還涉及到說 怎樣 我們剛才所講的問題 所以 這不重要 很重要 當然 實務上 實務上 到底 新聞事件 從我們的新聞事件 從我們的新聞事件 其實它爭議 有爭議幾大條件 其實是五大 就是所謂的工會 所謂桃園市 桃園市機市工會 就是發動罷工 其實針對五個事項 那這個五個事項 實務上有 大家回去報道 這個五個事項 到底是權力事項爭議 權力事項的爭議 還調整事項 因為這個案子 涉及到怎樣 團體協約 因為我們剛才講 權力事項 是不是有團體協約 涉及到團體協約 權力事項也課擊到 是因為老師看不到 所謂的團體協約 跟怎樣 個別勞動企業 所以這邊雖然 新聞媒體有講五大 爭議事項 但是因為我看不到 團體協約 跟個別勞動企業 所以這邊老師 沒辦法率斷 沒辦法直接說判斷 到底他是權力事項的爭議 是勞制爭議 還是調整事項的勞制爭議 所以有關這方面 我們從新聞的事件 是看不到這些事實 有關於這方面 我們就是只能 論亂到這個地方 論亂到這邊 分析到這邊 接下來最後 最後 我們看還有什麼問題 已經講完了 我們今天的有關於的 相關的問題已經講完 那有關於 還有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第六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還沒講 有關於旅客 最後要討論的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團客 就是所謂 團客 旅客當中的團客 跟旅行社 就是旅行業 就是所簽訂的中間 是我們剛才有講說 是旅遊契約 那因為這些罷工的因素 這些罷工的因素 以至於 那怎麼辦 那這些團客 這些旅客 可不可以向旅行社 這些所謂的欺騙者 要求退廢 或者是說 可不可以要求旅行 要求旅行內容的變更 也就是所謂的 這些團客 可不可以第一個 主張 怎樣 主張怎樣 旅行內容的變更 變更旅行內容 或者是說 旅行業者 可不可以主張 旅行內容的變更 不管是旅行業者 或者是團客 可不可以依據法律的規定 或者依據 所謂的定型化欺騙條款 去主張 旅遊內容的變更 然後第二個 涉及到說 假如說旅行的變更 OK 是可以變更的 涉及到說 假如減少費用怎麼辦 增加費用怎麼辦 這個涉及到說 我剛才所講 這叫做旅遊契約 團客之間跟旅行業者 就是所謂的 旅遊契約 民法 但因為涉及到說 中間有所謂的 定型化欺騙條款 旅行業 又是這些公司 旅行社 又是所謂消費者 保護法當中的 企業經營者 然後所謂的團客 又是怎樣 又是消費者 第三個 消費者跟企業經營者 又有消費關係 第四個 中間又有所謂的 定型化企業條款 所以有關於消費者 保護法有適用 所以中間有關於 團客 跟旅行業者之間的 因為華航罷工 這些資訊所生的東西 所生的一個法律問題 第一個 適用的法律預計 第一個要優先 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第二個要適用 中央性主管機關 經營消費者保護法 所訂出來的 所謂的國外旅遊 定型化契約 印記載及不得自家 第三個 適用於個案的旅遊契約 個案的旅遊契約 第四個 假如說個案的旅遊契約 未規定 或者是有規定 但是怎樣 違反工序良主等 因而無效 則依據民法第一條的規定 怎樣 用什麼 相關法律規定去補充 假如相關法律沒有規定 則依習慣法 假如相關法律沒有規定 習慣法 依照法律去補充 所以 假設 這個因為我們 這個事實 我們也看不到 所謂的個案旅遊契約 所以我們沒辦法 針對個案的旅遊契約 而且每個團客 跟每一團 這個案子影響到的每一團 很多團 不是只有一團 每個團 每個旅遊契 跟團員之間 鎖定的旅遊契約 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們不能針對 我們沒辦法依照 每個個案的狀況去分析 但是 假設 我們個案 沒有定 假如說沒有定 都沒有定的話 我們可以依據怎樣 或者是說有定 違反怎樣 法律的 違反公序良署等 因而無效的話 我們剛才說 依照民法第一條規定 要怎樣 依據先依什麼 法律相關規定 那法律的相關規定 其中我們推到 名法第五百一十四條 來 依據 名法第五百一十四條 之一之五 依據名法五百一十四條之五 第一項的規定 旅遊營業人 非有不得已之事由第二段 不得變更旅遊 是內容 有沒有 所謂不得已之事由 序止替約後 有沒有 使發生不可規則於 旅遊營業者之事由 導致原有企業內容之旅行困難者 所以 所謂不得已 依照民法五一四之五 五百一十四之五條 第一項規定 旅遊營業者 非有不得已之事由 不得變更旅遊事由 那所謂不得已的事由 性質替約後 此發生不可規則於 旅遊營業者之事由 導致原有企業內容之旅行困難者 那我們從華航這邊算不算 是啊 罷工是不是不可抗例 不可抗例 罷工是不是旅遊營業者 就是所謂旅行社 旅遊營業者 就是民法旅遊這些五一四之五 裡面所謂的旅遊營業人 那旅遊營業人 像華航這個 華航因為怎樣 機師的罷工 導致怎樣 不能出團 是不是不得已之事由 旅行困難嘛 然後屬於怎樣 不可規則於旅遊 怎樣旅行業的事由嘛 因為是華航機師罷工嘛 導致於不能出團嘛 是不是符合民法五一四之五 當中第一項 所以 旅行營業人 就是所謂的旅行 怎樣 運送人 不是運送人 就所謂旅行業 旅行營業人 就是所謂旅行 行業 後旅行社 後旅行公司 可不可以依據 假法律 假縱使是契約沒有約定 可不可以依照民法一百 民法第五百一十四之五第一項 去做契約所謂旅遊內容變更 可以的 符合民法五一四之五第一項 那至於收之間之後的到底他費用 增加了費用要不要吸收 要不要有旅遊營業者吸收 或者減少費用要不要退還給乘客 這個規定已在民法五一四第三段 規定在民法五一四之五的第二項 依據民法五一四之五第二項規定 旅遊營業者於第一項規定 變更旅遊契約時 其因此所減少的費用以退還給旅客 所以減少的費用要退還給乘客 所增加的費用不得向旅客收取 所以很清楚 所以在欣募這件案子的當中 所以這件案子當中 可不可以旅行業者 所謂的民法五一四之五當中的第一項第二項 所中的旅行旅遊營業人 減少費用要退還給乘客 對不對 那接下來有增加的費用不得另外收取 所以食物商就因此這次暴風 造成了怎樣旅行業者 就是旅行公司費用的增加 那這些所謂的費用增加 通常食物商是由先貸代電領隊 食物商就是領隊先代電 那實際上會造成旅行營業人 就是所謂的旅行業的費用增加 那這種費用的增加怎麼辦 可不可以要求補償 一樣回到旅行業 回到旅行業 所謂的旅行業或旅行公司 或所謂的旅行營業人 跟華航之間所簽立的承攬契約或委任契約 個別的契約 旅行業者所謂旅行公司 跟華航所定立的怎樣 個別的承攬 委任後運送契約去判斷 但因為老師也看不到這些相關的個別的承攬企業 委任契約後運送企業 所以我老師只能分析到這邊 那真正的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好最後跟大家相關的法律文章 相關的內容 請各位老師會寫 明天在台灣法律館會刊出 明天在台灣法的第一個 第一個 參考華航技師罷工之相關法律問題 請這個文章 我們請參考相關文章 老師的相關文章 第一個 華航技師罷工之相關法律問題 明天會在台灣法律網早上 早上會在台灣法律網刊出 第二個要參考老師的文章 有關於直接打怎樣 直接打旅遊內容分更 直接打旅遊內容變更陽春期 直接打旅遊內容變更陽春期 就會查詢到老師這篇文章 第二個要參考老師的文章第二篇 第二篇叫做旅遊法律問題 沒有要給大家看一下 旅遊法律問題 旅遊內容變更後費用增減去處理 所以要打第二個參考要打旅遊內容變更加陽春期 就會找出這篇文章出來 所以 本篇 今天的主講內容再重複一次 要參考老師兩篇的法律文章 這篇在華航罷工機師 之相關法律問題會在明天早上 台灣法律網刊出 第二個要打旅遊內容變更陽春期 你去搜尋老師的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我再念一次 旅遊法律問題 原旅遊內容變更後費用增減之處理 至於相關的法律文章 相關的法律文章 我們看有沒有 好像這個問題 來可以 相關的法律文章第三個 你假如要查我們剛才講的 你去打 要查老師剛才講的 比例原則 什麼叫比例原則 可以打比例原則 楊春期 比例原則 楊春期 好不好 要涉及到比例原則 我們剛才講說 憲法二十三條當中的 公益原則 比例原則 跟法律保留原則 請各位查 比例原則 楊春期 這樣去查 那第四個 你假如要找出說 我剛才講 平等原則當中的 等則等之 不等則不等之 其中所謂要求兩個 第一個怎樣 所採取的手段 要跟所謂的 所謂的目的的達成 要有合理關聯 第二個 就是所謂的 差別代理由 要所謂的 合理差別代理原則 你可以打 平等原則楊春期 平等原則楊春期 去查 就有相關文章 所以本次講課內容 大致上 我們要參考的是 這四個部分 然後 現場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Facebook有沒有人提出問題 目前沒有 沒有好 今天到這邊 主講到這邊 拜拜